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一部国产恐怖电影《亲别怕》 电影开始男主小白是一个文笔不错的作家 这天男主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古堡别墅 按要求给首富高天写一本自传 结果男主到了别墅之后却发现没人开门 男主一看擅自地从大门进去 进到房子中见到了高天的女友清庆 清庆性感文艺顿时就吸引了男主的视线 之后清庆交代男主不能去旁边的一栋小别墅 并且给了男主一本日记 交代男主从日记本上的内容先了解了解高天 转眼几天过去高天终于回到了别墅 晚上男主和清庆突然情动亲吻了起来 结果这时清庆的嘴中突然伸出数条触手一般的东西 吓得男主直接清醒了过来 原来一切都是男主的一场梦 男主被这个春梦加恐怖的梦搞得睡不着 恰在此时 男主听到高天与清庆的房间中传来声音 男主好奇地来到房间门口偷听 没想到尴尬的是被高天抓个正着 第二天白天男主给朋友打电话称 自己想要尽快写完自传离开 因为这几天来他发现清庆总是画一些奇奇怪怪的画 而且有时男主就会看到一个小女孩 可是别墅里却没有这个小女孩 这让男主欲加感觉这个别墅不寻常 随后男主回到别墅和清庆聊天 清庆不禁和男主聊到自己学生时代的事情 就在这时清庆发现自己的旁边有一条蛇 吓得清庆连连大叫 男主虽然也十分害怕 但是为了在清庆面前展示自己英勇的一面 男主毅然决然地上去抓住了蛇 并且在这之后安慰清庆 两个人不禁抱在了一起 也因此有了清庆的回应 接下来的几天男主都未在想离开的事情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男主就看到清庆在疯狂地破坏画 而且还看到清庆身上有一些伤痕 男主看到伤痕后认为是高天打了清庆 于是郁佳对清庆感到恋爱 深夜男主来到了旁边 清庆嘱咐他不能进的小楼里 在里面发现了很多照片 并且在其中看到了高天和他前妻 以及女儿的照片 这一看男主才知道 原来自己时常看到的小女孩是高天的女儿 其中还有一些是高天与清庆的照片 看完之后男主还顺带着 拿走了照片 第二天男主和清庆两个人 清清我我之后回到了别墅 刚一进门就看到了高天 两个人都不由的有些心虚 好在高天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 晚上男主拿着一把小刀 到高天的房间偷听 这时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男主进去一看才发现高天死了 这给男主吓得不轻 现在人死了 自传肯定也不需要写了 于是男主的第一想法 就是尽快地离开别墅 没想到此时别墅怪异的管家出现 一把就将男主抓住 没给他逃跑的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 清庆十分淡定 一直要求男主留下来陪自己 可是现在男主哪有这个心情 一直想着趁管家和清庆不注意离开 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发现 不仅如此 清庆直接让管家把男主绑了起来 并且让男主完成高天的自传 男主被逼无奈 只能继续完成高天的自传 好在几天下来 男主的老实行为 让清庆和管家放松了警惕 于是趁着这次不备 男主又打算逃跑 然而恐怖的是 男主刚跑到门口打开门 就看到了高天的女儿站在门口 男主不知道他们是人是鬼 一时间只能害怕地往回跑 并且来到了天台上 就在这时清庆突然也跑到了天台上 并且站在天台的边缘 紧接着他便从天台上摔了下去 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 男主就算想要去阻止也来不及 然而此时男主往下一看 才发现有很多人 原来这是一个导演在拍摄一部恐怖电影 之所以没告诉男主 就是希望他的表演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而那些男主看到的照片 也是导演组事先找人拍好的 故意让男主看到增加电影的恐怖性 这部电影宣传的是3D技术 但是看完之后不得不说 国产的恐怖电影确实不值得一看 全片下来根本没有恐怖的镜头 这样的电影根本称不上是一部恐怖电影 并且电影还增加了3D的噱头 实在是让人看后感觉十分失望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道 måste探索